各位觀眾你好 歡迎收看ACI南加州學院教育講座 我是郭主任 很多學生都想進美國好的學校 所以他們想進各種辦法 所以研究美國招生錄取的標準條件 考試的分數線在哪裡要考多少分才能夠進去 這些只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 但是你真正想進美國學校唸書 其實你要思考美國大學教育的核心價值在哪裡 其實這些核心價值是伴隨著最早是在美國 他們新移民來到美國的時候 成立了全美國第一個大學 就是Harvard University 它其實是傳承了美國整個高等教育的核心教育的價值觀 跟它的理念 所以如果一個學生如果要在高等教育上成功 你不能只是一味的在追逐分數上的成功 你必須追逐在你的思想上的高度 能夠跟這種大學招生的招生官的想法能夠契合 你才能有辦法進到好的學校 所以在這裡有提醒家長就說 如果你的孩子在美國出生或者是移民來美國這邊念書 假設你的孩子在申請大學之前從來沒有去過任何美國一個 真正有一點名氣的高等學府認真去參觀去理解或體驗過的話 孩子在申請大學其實是有點茫然的 是不知所措的 在這裡的話ACI南加州學院常常辦的高等大學的這個名校參訪團 就可以彌補到這個學生在這方面不足的這個地方 意思就是說當學生去看到好的大學名校的時候呢 他所謂看學校其實不是在看學校的building建築物 看學校的這個校園 而是他在思考這個大學跟他之間有什麼樣的連結 什麼樣的互動 就等於是說學生他的未來跟這個高等教育要連結在一起 包括他的思考方式做事方式 他的就業的模式或他怎麼樣他人生變得更成功 那所以說學生去看大學他不單只是為了要進大學 更重要的是大學代表一個未來生活的架構 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理念 所以我在這裡提醒家長 您的孩子如果已經到了初中或高中階段 如果有機會全美國的優等大學 在東岸的或在西岸的大學 都值得您全家旅行的時候去看一個大學 或者去參加ACI的college tour 所以我們的學校裡的counselor老師 帶著學生去參訪這些西岸跟東岸的大學 學生的觀念想法從此改變 他們的人生開始有了方向有定位 他有定向 所以學生在成就他自己的時候 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這樣子成功起來就會快得很多 所以我在這裡提醒家長 當這個暑假到了之前 如果說您的孩子還沒有去看大學的話 認真思考一下 帶他去參觀美國的高等學府 把他的思想的高度提升 眼界打開 讓他開始有一個優質教育的一個前瞻性 一個渴望的心態 這樣他的學術成功的標準會定高了 而且更容易達到這個目標 今天我們談在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下次再會 再見 再見 感谢观看